不久前一名20岁的叙利亚男子 惨遭同乡绑架 他的家属还被勒索10万令吉 警方接获投保之后 立刻展开调查 成功在短短的4个小时内 逮捕了两名叙利亚男子 和一名本地女子 成功救出肉票 警方调查后发现 其中两名男女嫌犯尿检不过关 而该名女嫌犯更拥有诈骗案前科 至于此案的叙利亚肉票 及两名嫌犯 都持有联合国难民署所派发的 难民卡 三天前在槟城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一名20岁的叙利亚男子 被两名同乡和一名本地女子绑架 受害者的家属更被勒索 10万令吉赎金 警方在接获投保之后 短短4个小时内就成功救出肉票 逮捕了以上三名嫌犯 警方表示这起案件 是在6月6号下午5点半发生 三名嫌犯是在单容武雅一家餐厅前 将一名叙利亚籍厨师卢走 并要求家属把10万令吉赎金 汇进一个本地女子的银行户头 警方接获投报后 在当晚9点 在槟城巴都丁尼一家快餐店前 发现嫌犯的轿车 当时三名绑匪和肉票都在车上 而肉票的双手都被嫌犯 用透明的胶纸沿着 被捕的三名男女当中 两名男子是受害者的同乡 也和受害者相识 而另一名本地女绑匪 则有两项诈骗案前科 其中受害者和两名男嫌犯 都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卡 此外其中两名男女嫌犯的尿液检验 都呈阳性反应 这三人将被延扣到本月13日 协助调查 NTV7 槟城 采访报道 NTV7 采访报道